出现什么 找不到这个网页 特别注意哦 在目前所知的 这个就是中文的那个 中文的党名的话 在PunkCat里面会有问题 主要原因是因为 BigFi它里面会帮你转换 因为你BigFi过来之后 这个网址会转换成UTF8 UTF8这转码过程当中 它会找不到 目前有遇到的问题 遇到了问题 所以尽量你们在练习的时候 不要用中文的那个网页名称 因为刚好同学遇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名称的话 我们把它换一个名称 比如说叫这个名称的话 请各位等一下 新增一个网页名称 叫这个Audi 这个名称的话 那我最后做出来 希望做出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格式 那这各位可以练习一下 因为在表格里面 最常遇到的问题是说 我没有办法对齐 那对齐的话当然 你在Word里面 或者在Excel里面 这个应该很简单 比如说水平的对齐 那预设的话一定是向左 向左对齐 那还有水平 那水平部分 还有向右 另外就是说靠上对齐 因为你在这个主人格里面有水平跟垂直部分 那如果说我今天是向上的对齐跟垂直靠下 还有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靠右对齐 水平垂直跟靠右对齐 大概这几种形式 那如果我要对齐的话该怎么做 第一个你也是一样要做表格 所以你可以先把表格做出来 表格里面的话 稍微记一下就是说 我的图反正这边一定有图 所以它会先一个table 那里面的话呢 Bolder你等于1 然后再画一列 一列的话呢会有 这个地方就不需要TH 因为我每一个都是TD 因为上面没有标题 不是标题 所以你可以TD 第一个TD 第二个TD 第三第四 所以会有四个TD 然后也是一样 那只是说这里面的TD 第一个是图 第二个的话呢就放对齐 靠左 然后至中靠右 那里面的话 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对齐的方式的程式 稍微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先也是一样建立一个table 然后Bolder等于1 然后我要框线 那Wise的话 这边的话加上一个100% 当然你这个要100% 就是说它会自动根据你的解析度 比如说你是1024的话 它就是1024的宽度 但是如果是1280 比如说现在有些荧幕比较大的话 它就会自动一次1280 这个是相对的宽度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你想说我不要 我要用什么固定的宽度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后面Wise你可以给它什么 给它1000 1000的话呢 你在那个1024也是1000 1280也是1000 那就会变成怎么样 其实有好有坏了 就是说如果相对的话 它会自动调整 可是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如果相对之后变大 对不对 可是里面的储存格东西 对吧 相对会变小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那如果你固定的话 那里面储存格的东西 储存格里面的就比较不会跑掉 那这边的话先一个TR 这固定的对不对 然后再一个TD TD的话呢 这边放 那对齐方式的话 特别注意 第一个就是先左中右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TD里面呢 后面再加一个对齐方式 这边一个Early 然后呢 Left Center Rise 这个是所谓的那个 水平方向的对齐方式 你可以记一下 大概就是左中右 那第二个 这个第二列的话呢 一样换个TD 然后呢 我们用前面加一个V V的话呢 就是垂直方向的对齐 V Early 那这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是一个TOP 那不够特别注意 TOP 之后的话 就是一个这个Middle 一个Button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这个里面的 这个标签名称的话 特别注意 不要打错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 这个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以下一样是 跟上面是一样 只是说 我再把它改一下 就是Right 但是后面的话呢 再加上什么 V Early 就是说 我要右上 然后真的中间 这个中间 水平跟垂直都是中间 然后呢 那再来就最下面一个就是 一个Right 然后呢 一个Button 或者干脆这边 干脆改左也可以的 左上 这样比较刚好 这边我看 把它改Lapse 然后呢 靠左上对齐 这样斜斜会比较 感觉会比较 直 Lapse TOP Center Middle 然后再 Right Button OK 那其他的话 我想你也可以再做一些 其他变化 你要把它放在格子里面 哪个地方都OK 然后大概练习这样子 好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样练习一下 练习一下